它是举世闻名的人权斗士 反抗种族隔离与压迫的先锋 在它所生长的那一片土地上 人权亦是淡薄 它比马丁路德金更进一步 为捍卫自由与平等拿起了武器 它身陷淋于27年 饱受了当局的政治迫害 27年后 它踏出监狱之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原谅了那些 把它打入暗无天日的监狱的人 南非前总统被誉为是南非国父的曼德拉 不仅仅懂得斗争 它更加懂得原谅的力量 曼德拉1918年7月18日出生在南非特兰斯凯 他的家族属于统治当地的王室 藤部王朝的一只 曼德拉年少聪慧 并且由于自身的王室血统和父亲的崇高地位 而在年纪轻轻时就被指定为王朝继任者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反抗的种子开始在他心中萌芽 刚进大学不久 他就因为参加抵抗学校不合理政策的运动 而被校方勒令退学 此后 曼德拉又因为逃离家族的包办婚姻 而在约翰内斯堡辗转兼配了一段时间 期间 他在金山大学习法律 并且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成为曼德拉日后反种族隔离运动中 齐心协力的同志 也是他当选南非总统后 政治内阁中的独立助手 1948年 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逐渐加剧 曼德拉也因此开始积极投身到政治运动当中 1961年 曼德拉协助成立了隶属于非洲人国民大会 名为民族之矛的军事组织 并担任总司令 策划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政府和军事目标的破坏活动 旨在威慑和限制反动政府 促使其重新考虑在种族政策上的立场 1962年秋 曼德拉不幸被捕入狱 在审讯法庭上 他慷慨陈词道 I have fought against white domination And I have fought against black domination I have carried the idea of a democratic and free society In which all persons in together in harmony And with equal opportunity It is an idea which I hope to live for and to achieve But If need be It is an idea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对于很多人来说 曼德拉是一个传奇 美国新闻周刊曾经撰文说 曼德拉在南非 甚至是在全球人的心目中 都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他是民族与国家的解放者 也是华盛顿与林肯的完美合一 联合国于2009年11月发表声明 将每一年的7月18号 曼德拉的生日定为曼德拉国际日 全球同庆 以表彰他在反种族隔离运动中 为有色原种和弱势族群 争取自由平等 所做出的巨大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声明镜与点点栏目